歡迎收看 想不到嗎 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來... 翔哥 我 妳 妳這次是閨蜜絕交 小孩哭鬧 老公又出包 不是 那妳是 我 中樂透 我 那這中樂透苦什麼呢 這先中的錢太少了 三萬多 三萬多 妳做人要知足喔 三萬多不少了 我們下禮拜我們團隊 不是要聚聚餐吃撸串嗎 對 妳就幫忙買單吧好不好 好 我沒錢 三萬只花你兩萬多 妳沒錢 妳聽我說 我要回娘家的時候 經過這個採券行 順手就買了一張樂透 數字就用我跟我老公的生日 回娘家之後 我表弟的小孩 想要拿彩券出來玩 我怕被弄壞弄丟啊 對啊 我就 不著痕跡 不動聲色的 把彩券塞進我家沙發底下 帥 漂亮 結果回家忘了拿 昨天一開獎 那個數字就是我田的數字 這麼巧 我趕緊衝回娘家 要拿彩券 結果 結果被妳媽拿去對獎了 不是 不是 沙發整個不見了 太誇張 這是鬼片啊這個 怎麼會不見啊 我爸說沙發救了 我回家的隔天 沙發就被清潔隊拿去回收場了 我的三萬塊 就飛了 好衰喔 我的天啊 時間機器 我絕對要記得把那張彩券 帶回家 這也太慘了吧 你還有那麼 我真的是太慘了 太慘了 誠哥 那這樣下禮拜 我們聚餐吃那個肉串錢 我應該就不用說了吧 我是那種人嗎 謝謝誠哥 你付一拜就好了 還要付啊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一些來賓 他們的人生 也跟你一樣有巴不得 想要做回時光機 去改變的事情 歡迎這幾個想要做時光機的朋友 來 第一位 登機的乘客 歡迎好帥好帥的楊子儀 歡迎四位 歡迎小一根機的李維維 來 歡迎四位 歡迎 今天每個人都要來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呢 就是所謂的人生後悔 這麼一個事情 來 如果有時光機 我真的很想回到那一刻 哪一刻 來 其實我很想 回到疫情前 疫情前妳能做什麼 我可以做很多耶 因為其實就是那時候 疫情三級警戒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被關在家裡 對 對我來說 這真的是從小到現在 從我出社會之後 完全沒有的時間 我就覺得 天啊 好像又放暑假了 然後我就超開心的 我每天跟我老公 從早上起床 起床喔 就喝醉 我們就去看冰箱 好 今天好像 先來拿這個好了 我們就先喝這個 啵 好開心喔 然後我們就真的 每天都過這樣的生活 過到升級警戒完 然後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我們就是每天 就是一直開 這個能力不是一般人 做得到的 真的很厲害 不一樣的口味 然後就看 然後吃很多 真的是廢到底 回到疫情前 我是因為疫情才追劇的 回到疫情前 沒關係啊 因為我覺得我的傷害很大 因為就是後來 慢慢開始解封了 然後工作也慢慢回籠了 然後就公司跟我說 接下來就是有一個活動 然後要準備什麼樣的衣服 然後我就好開心 想說要開始試 然後要拍照給廠商看 結果啊 我就去我的更衣室 沒有任何一件洋裝 是我拉得上來的 真的 妳胖這麼多啊 我胖了八公斤 就這樣不知不覺的 幹得好耶 就是 其實大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可能啊 真的 然後那陣子為了工作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處理掉了 而且那些衣服 可能是我剛出道 然後有一些是 已經真的是放很久 很好很好的衣服 我整個損失很慘重 後來算了一下 應該有到一百多萬 一百多 一百多 因為很多的洋裝 然後有一些可能是 設計師的品牌啊 然後比較有設計感 或是比較精緻的 一些禮服 我真的損失超慘重 比如說這個啊 超慘重 這已經是我有瘦一些些的囉 我真的太放棄了 雞雞姐 她說每天很開心啊 就是冰箱打開 咕嚕嚕嚕嚕嚕 就像她那種生活 對啊 妳想 我常常跟雞雞姐 就碰到她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覺得她跟丹麗哥的生活 就是另一個平行時空 我跟我老公 如果我們沒有小孩的話 我就要過她那種生活 不是這個部分啦 站前站一個人 然後就出國去玩 然後兩個人就是 那一樣兩人這樣過 天天去找居酒屋喝酒這樣子 聽起來很感動啊 那一樣這樣過 一樣兩個人 那為什麼妳會生兩個小孩呢 我就想要生小孩 可是有時候我也想要 兩個人生我啊 所以有時候妳會想要 回到沒有小孩的那個時空 我不會 我沒有後悔 我都愛人家太多 妳剛才 喜上眉收啊 對啊 我沒有後悔 妳是還沒想到 也是容易喜行於色的耶 很好 其實我接到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滿猶豫的 對 我想要回到十七歲 是不是一個電影的名稱嗎 好像是 幹什麼 那時候我高中 就是十七歲要十八歲 就是高中快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在自己 在家裡染頭髮 那我們那個年代染頭髮 就是如果妳要瓢蛋的話 妳都自己用雙氧水嘛 然後那時候我是在 房間那邊染頭髮 然後我爸進來 我反正就說 要不要陪他去醫院回診 但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他那個時候是要看什麼 不知道是神經痛還是什麼 因為我爸本身就是有 喝酒的習慣 那其實他已經進過兩次 就是戒酒中心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需要回診 對 酒精成癮 那我真的想說 我才剛上去 你起碼要等我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我要洗完 然後我爸就默默地就走掉了 他就自己去醫院回診 然後那個時候接近過年 我們大家就在忙大掃除 然後我爸突然拿了一大包信給我 他就說他整理了 以前就是我們還 我跟我哥還沒出生的時候 他寫給我媽的情書 然後他在外地讀書工作的時候 寫信回家的信 他說問我要不要看 然後我其實那個時候 第一個又叛逆期 然後又覺得說 大家都在打掃家裡 就你在那邊整理信 你真的是 很煩耶 我說你先放了我不想看 而且你們對話那麼噁心 我幹嘛看這樣 然後因為那一年過年 特別多親戚朋友回家 就給他喝一杯紅酒就好了 我爸也就是一杯紅酒 這樣喝很開心這樣 然後那天晚上我爸睡覺睡一睡 突然就爬起來吐 然後吐了一口 哇 紅色 我想說 他才喝了那一點紅酒 就胃就不舒服了 就吐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擦一擦 在擦過的時候 他又吐了一口 更大量也是鮮紅色 是血 對 然後我們就趕快 趕快打救護車嘛 然後趕快把我爸送到醫院去 送到醫院後就說 然後他肝臟也沒辦法解毒 就想到說過年的時候 我們因為客家人 我們都有釀梅子 想到說他過年的時候 就很愛吃那梅子 甚至會把那一盤拿起來 這樣喝 然後才知道那個梅子已經 已經變美酒了 對 然後其實他 不只那一杯紅酒 他其實還喝了不少美酒 他就這樣走掉了 所以我 那個時候我看到製作公司 那個通告的時候 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原本還想說 我沒什麼後悔的事 那個 突然就跑出了自己的 所以如果回到十七歲 你要怎麼做 我一定好好陪他 而且我會 希望我可以給他力量 你覺得你有什麼 沒有對他說的話 老頭 你不用擔心 就是 老媽現在我跟子嫻 都顧得很好 你放心 對 就這樣就好 你怎麼了 哭成淚了 我們剛剛還在聊這件事情 對 你怎麼了 薇薇 因為其實我本來要講的 也是跟他一樣 我爸爸也是突然走的 對 那 在你幾歲的時候 兩三年前 就兩三年前 對 那也是那疫情的時候嗎 他是高血壓 就是 就是猝死這樣子 猝死 如果可以回去 我也希望回到那個禮拜 就是 剛好就那幾天 沒有跟他講到話 你爸爸長得滿帥的 我那時候 爸爸走的時候幾歲 我爸走的時候 那好帥喔 四十 八 才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都不到 還不到五十 我跟我爸是有點神似的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 然後就是那些 竹工啊 那種老的 看過我爸年輕的時候 一開門 就是我迎接嗎 一開門 嚇到腿軟 真的是腿軟喔 就是我表哥 趕快在旁邊扶住他 嚇到人家闖 真的 來 李世偉 換你了 好了 你要回到你三十公斤的時候 什麼 都不是 那母體這樣 他這樣很可愛啊 二十幾 母體 出生就三十了 他是不是很大隻 我想要回到 第一次拍戲的時候 好 拍什麼戲多久以前 十幾年前了 就是我的第一部戲 然後我覺得 被針對 你被針對 被針對 其實一場戲拍完 我們就是 演員都會到整個戲 結束 我們才會走 或是做各自的事 對 但是我們那場戲就是 其中幾個演員 可能就是裡面 可能交代說 好 那我們就先辦事情 那等於說我們這一批演員 就已經 就先行走了 走掉了 我們一定等 最後面可能要補鏡頭 或什麼的 我們都會在後面等 等到導演說 好 這場戲 換場 我們才會換場 結束離開 對 很合理啊 對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等 但是有一個演員 他就在那邊急了 是不是沒有我了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很吵 然後他就是跟那個 統籌說什麼 你去問一下導演 去問一下導演 我是不是沒了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然後他就去問 然後我就說 那個誰誰誰那 可能拍不到你 你就先走了 然後他就走了之後 因為我朋友就來探班 然後我們就在休息室 我們就聊天 聊... 聊了沒多久 十五分鐘 那個需要那個什麼什麼 誰 需要他回來 等於說十五分鐘 他又被叫回來 然後他一回來之後 他臉就超臭的 然後就跟我朋友 我們就用七音講說 等一下 我們晚上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站起來 指著我 先彰化 先三十秒的彰化 是不是真的在拍戲啊 第一次在拍戲是不是 然後全場就安靜 然後就看著我們 全世界人這樣 然後就看著我們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隔天 也是大堆頭在學校的戲 演員都有認識 演員都有認識 他們明明就很熟喔 然後他們就先假裝 不認識我們 但是結束之後 他就說我們公司跟我們說 我們公司跟我們說 不要跟你們聊天 不要跟你們說話 在隔幾天之後 我們就 導演說來放飯喔 然後我們去放飯 去拿完便當 所以剛拿完便當 然後我們說現場沒位子 我們就想在民宿拍 他們最愛在民宿拍 然後我們就到二樓的民宿 便當打開 準備要吃 就叫我們戲裡面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 然後我就 下去 然後說 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他說 攝影師他就說 你知道我在對焦嗎 你知不知道我在對焦 你叉叉叉跑去哪裡 然後又是三字經的一連串 狂罵我們 怎麼會這樣 罵完之後 然後導演就拿著便當這樣 在螢幕面前這樣 怎麼了 他說我在對焦 他說不知道跑去哪裡 他說 我們不是還在吃飯嗎 對 他不是在放飯 他說我們不是還在吃飯嗎 等一下再對 可以吧 整整的差不多四個月 被戰隊 所以你希望回到那一刻 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對啊 能怎麼處理呢 如果因為 因為我跟子儀哥合作過 所以子儀哥知道 我的個性其實我很衝 很衝 對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是新人 所以我一定一定要壓 那現在的你回去 你會怎麼做 你要回到那一刻 那我應該是這樣子的 不是 他說 沒有 在拍戲嗎 我看到了 怎麼了嗎 你看到嗎 你一定要這樣針對我們嗎 你覺得這樣處理之後 其實我會變得更好嗎 不是 我會 好 我不會那麼衝 我就會說 收音有收到嗎 那為什麼你要 你要 要針對我 就是 你可以 跑來耳邊跟我說 就是大家可能要趕時間 或什麼的 你可能當下會告訴大家 他現在在借題發揮 其實你是無辜的 對 你要讓大家知道你是無辜的 對 我不想後面被針對 或什麼之後的事情 對 如果回到十七歲 你就不要接那個戲就對了 比較好 我針不掉了啦 就是當什麼練 你要回到哪一刻 戀愛腦發作之前 你的戀愛腦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發作的 之前都常常發作 這次要演唱 你說第一次發作之前嗎 沒有 這次是滿演 就是 這一次 取決到 取決到一個很大的決定 對 就大概在二十吧 因為其實我年紀有點大 然後大家都以為我出道很久 可是其實像我在台灣拍戲 其實也才十二三年 然後我在很早之前 那時候都是模特兒嘛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是 先去香港工作的 那時候我的公司是日本公司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跟 就是王家衛簽約的 在我們要去參加 東京影展的那一天 就是我已經到東京的第一天 然後我那時候認識了一個 男朋友大概兩個月吧 然後他就晚上打電話跟我說 他就是覺得我太強了 你感覺不太需要我 所以就是我要跟你分手 我要回我前女友的身邊這樣 然後我就戀愛腦 突然之間就是 然後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那妳回了嗎 對 回了 妳沒有參加銀仔 好荒謬的一個人喔 李維維 他很明顯就是個渣男的 妳還為他回來 可是我後來跟他在一起 十二 三年耶 可是光是他提出這種要求 就很過分了 最多大家問我的時候 其實你問我有沒有後悔 我好像有沒有 然後有沒有後悔 其實有時候有 因為我就當下 我經紀人就說 明天要東京影展耶 然後那時候跟我們參加 就是莫文衛 葛明輝 金城龍他們 然後而且是東京影展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就是接下來要合作的是我 什麼 二零四六 二零四六 我其實有先去探班了 是二零四六那個戲嗎 現在在講我就不好意思講 但是 就二零四六啊 對 因為那時候我是簽約 王家瑋 是他們的祕密 其實我 可是有因為妳沒有參加東京影展 所以就沒有在 不是 我有先跟 就是我那時候真的很 不敬業就是這樣離開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不就跟經紀人說 我要回台灣 如果你不讓我回去 你明天就看不到我了這樣 他就把護照交給我 我就真的 隔天一大早 我就自己買機票回去 我就沒有 然後我覺得有因緣巧合 是因為 其實你想想看嗎 這是違約對不對 就是我跟日本公司 跟香港公司就是 其實如果是這樣 我合約真的會賠死 可是我為什麼可以離開 是因為 像導演的戲就是 可能我是三年三部片 可是我第一部片 已經拍四年多 其實已經過了 已經是他 就是 他拿我沒辦法了 他違約再嫌 對 可是其實我知道 很不應該是因為 其實我有很多 後面的工作都已經 都拍好了 然後日本公司也是很剛好 一走了之 我是簽台灣的日本分部 他那時候台灣整個要收回日本 所以台灣合約無效 不然我是不可能走的 因為日本人的合約是非常嚴謹的 這件事情不會善了的啦 對 基本上對不對 可是你跟這男友這麼多年 他沒有覺得他因為這樣 耽誤了你的前途嗎 他中間也有就是 其實我中間也沒有想 我唯獨有後悔的原因是 人家都覺得我演過嘛 王家衛心演過 你一定可以拍戲這樣 其實我剛開始就有被退貨 就很緊張 因為完全不一樣 跟電影是完全不一樣 台灣的那個偶像劇 對 然後沒有人教我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會 然後我又是那種很浩強這樣 然後我就有一年都沒有拍戲 我說我不接戲 我只要拍MV跟廣告 然後直到第一個導演 就是一個女導演 找我演一個吸毒犯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有人覺得我可以 對 我的形象 我就想好 我去試試看 然後那次是跟吳康仁一起 對 然後以前都是說哭就哭 但是那一次是我真的演到 就是淚流 就是我停不下來 因為我在裡面演一個 就跳樓 然後他抓我這樣子 我才第一次覺得 演戲好有趣喔 然後我才開始又回來 這個行業這樣 妳的戀愛腦就是 只要愛來了 妳就一切看妳就看不出來 妳就瞎了對不對 現在是會了 誰少來 十年前還是一樣 十年前啊 十年就單身啊 妳看吧 妳看吧 妳早就看到了 但我也覺得OK啊 想幫媽媽顧身體 結果真的後悔莫及 因為我媽的七十 七十二 七十一 她的腿沒力 我就說妳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幫她安排了健身教練 活蹦亂跳的 隔天 馬上收到一個簡訊 一個 天啊 更嚴重了 後尾到底對不對 十年前還是一樣 十年前啊 十年前啊 十年就單身啊 你看吧 整個 早就看到了 但我也覺得OK啊 好鮮喔 很日本 難怪 很日本的感覺 好可愛喔 還有湯尾的感覺 對 國際感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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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剛才是在大家分享的 我們如果能夠做的時光機 回到一個點 要重新面對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你不覺得這樣 如果這一次妳說完之後 妳發現妳舒服一點 她就救贖耶 我懂 因為我真的最近活生生血淋淋 才又發生一個我真的 很後悔 很後悔 很後悔的事 最近很後悔的事 很好 來 楊子儀先來 妳準備好了 怎麼這樣啊 來 妳幫媽媽報名健身嗎 這很好 我幹嘛後悔 超好對不對 好啊 所以其實我也在思考 你們大家幫我評論 我是不是 我這個後悔到底對不對 因為就是有一次我回到家 因為我現在沒跟我媽住在一起 然後我住在山上 可是我要回家的時候 我都會經過她那邊 我都會回去看看她這樣 然後我一進去浴室 我說 怎麼會有一張椅子 她跟我說 我已經洗澡 坐著洗澡有一陣子 腿沒了喔 我說 為什麼 因為我媽七十七十二 七十一 她的腿沒力 我說沒有 她看起來像六十歲 不到那種感覺 我說妳怎麼可以這樣 一對一的健身 就是跟我的健身教練一樣 大概三個月吧 妳是側掉 活蹦亂跳的 然後甚至管理員都還問我說 立竿見影啊 對 妳媽 妳最近給妳媽吃什麼 她看起來精神好好 最近給妳媽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帶她健身 然後我回到家的時候 有一天我也是回去看她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地方 看電視嘛 然後我腳就這樣子 那其實 妳要經過我的腳 妳這樣嚇過就好了 我媽就給我很俏皮的 好癢力喔 很好 很活潑的嗎 非常地活潑 對 大概在靈活什麼呢 對 我心裡想說 妳真的很健康 瞬間 一個感覺是 完蛋了 是不是要出事 為什麼 就是覺得她有點 太得意 她畢竟也是一個 要進入樂極生悲的地方了 妳是七十二歲的身體 她那這樣的表現 也差不多該樂極生悲了吧 對 火不其然 要來了 因為隔天要健身嘛 然後我剛好就是 安排在她後面的那個 健身教練就是 上完她的課以後 就是換我這樣 然後我想說 我們還可以碰個面這樣 我會提早到 然後結果突然 我接到我健身教練的電話 她說 那個子儀 妳後面那個時間 妳就不用來 妳直接來慈激找我們 我現在跟媽媽在慈激 在醫院 一過去以後 我就看到她 她就是 就吊著三角巾 然後坐在那個地方 她 為什麼 然後我說 怎麼了 妳一定是痠癢狀 對 然後她會說 我會說妳眩暈嗎 因為我媽以前有眩暈的問題 我說妳是眩暈嗎 我說沒有 就是她看到那個 她停好摩托車喔 然後看到那個電梯快關門 然後等一下 然後踢到那個 人行道的那個盾 然後她手上又拿了東西 所以她直接這樣 還是要搶背 然後這樣側摔 摔不得了 然後我就說 妳遲到了嗎 她說沒有啊 我還有十五分鐘才到我 她覺得可以 對 但是她覺得她搶得到 那個兵器 對 活潑了 自信了 就想到 我昨天的那個感覺 是沒有錯的 我說好 那沒關係 那因為我剛好 那個時候在拍戲 我有一個演員 她的爸爸 剛換完膝蓋 然後說 她都給她爸喝那個鱸魚精 很快就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也是這樣買 好 很快 真的 她這樣還沒有一個月 大概才兩週吧 她就已經 三小金可以拿掉了 我就覺得很棒 然後她 半個月 對 很快 然後她就 我就知道她應該是 已經忍不住 想要出去走 然後我說 媽 那我跟妳說 因為妳畢竟還有一隻手 不方便 妳出去走 妳如果要買什麼東西 妳去美聯社就好 妳不要去到全聯 因為美聯社在我們家巷口 全聯妳要過兩個馬路 大概有1.5到2公里 量力而為 對 然後她說 好 我知道 前一天我才跟她講這件事 隔天 馬上收到一個簡訊 一個裹著石膏的腳 天啊 更嚴重了 然後我就 我也不急不急 然後我就說 妳現在人在哪 她說 我已經從醫院要到家裡了 然後我說 好 那我去家裡找妳 然後我一去就問她說 怎麼啦 怎麼會摔倒呢 然後她就說 我說 講不聽耶 妳不是說 叫妳去美聯社就好 我說沒有啊 我就想說 我腳要沒事 我可以走嘛 然後走走走 而且我已經回來了啊 我說對 回來了 那妳怎麼跌倒的 妳那個路不平嗎 還怎麼說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路 我說怎麼會沒看路 因為那個時候我想說 我中午要吃那個肉圓 看它開了沒 我就這樣看 然後就一個落差 然後就摔到整個大腿 膝膏耶 對 這邊就 這邊啊 整個膝蓋這邊 對 冰骨這邊骨折 應該對 應該冰骨那邊有骨裂 對 然後 對 誰會故意蹭一下 就是一個過年前跟過年後 她就這樣跌倒兩次 然後上上禮拜 我在浙江 還發生一件事就是 我已經要回來台灣 我在機場了 然後她突然傳給我 就是 我被魚刺刺到了 怎麼這麼多災多難 對 然後 一個這麼長的魚刺這樣 她根本就希望 藉由這個機會 讓你天天陪著她 沒有 我基本上 都是天天陪著她的 是有時候我去陪她的時候 她在講電話 或是說她跟朋友去 她希望你搬回家一起住 是還好 真的 這個還好 可是重點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讓她去健身以後 讓她覺得她重返了 三十歲到四十歲 甚至她 可是是不是 是好事啊 對啊 對 是好事 我覺得是好事 她現在有男朋友了 她意思是有男朋友 就是我爸走了以後 大概隔十幾年她 第二年 對 十幾年以後她 沒有看 對 可是十幾年以後她們 對 我是我不瞭解 我就是不是這樣 對 可是 就是是不是因為 我讓她重返了年輕 所以她變得如此的冒失 對 然後變成這樣 就是 冒失 好可愛 但真的很可愛 其實醫師到昨天 我回去看她 她突然跟我說 兒子你明天有沒有空 我說怎麼了 她說我那個膝蓋 又有點痛 我自己去掛了那個骨科 要回診 我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她這幾天 因為醫生說那個 已經可以拆掉了 然後她可以 在家裡走 沒有 她給我在樓下這邊走 走那個來回 走一千多步這樣 她真的 然後還連走了兩天 她的狀態其實是不錯的耶 對 就是她的心理狀態是不錯的 可是我說媽 妳七十二了 妳的骨質疏通的程度 也滿高的 妳要量力而為 妳真的要量力而為 因為可是她的精神狀態 讓她覺得她自己 還要把她的年輕 對 日本玩咖變衰咖 積極勁幹這蠢事 我想回到3月28號 找了當地的那個宅集便 趕著要上車的那一刻 我的手機就響了 然後老公就說是想要 妳看到的訊息是 像我們這個通告是來賺 那個要去那邊的禮拜 對 可是她的精神狀態 讓她覺得她自己好像 四十幾歲 挺可愛的 還滿可愛的 我想回到3月28號 我有看到這一天 我有看到一天 怎麼可能記錯 這跟著一起走的 怎麼可能 聽我講 就是我們其實每一個旅行 比如說像滑雪的旅行 好了 我們就會先安排好 先把滑雪這件事做完 然後等滑雪整個滑完之後 我們就會先把行李寄到機場 然後我們這一次就想說 要衝一個寂寞 所以我們三月底 就飛了一趟北海道 想說 好 那我們住小樽 好了 離雪場很近開車半個小時 就到了 然後我們就在雪場 玩了很開心 玩了三天 要離開雪場 想說那我們去看那個 我們去洞野湖 去看陽體山好了 所以我們就在出發前 就拎著我們的兩個 很大的雪板袋 大概將近一個都二十幾公斤 然後還先把一些 我們想要帶回來台灣的 一些小零食袋 就是裝到裡面 好 然後就找了當地的 那個宅雞便 我們就把它寄到機場了 然後就很開心 想說接下來 我們還要玩個六七天 才要回家 然後呢 就洞野湖的行程結束了 然後我們最後有一個點 在紮黃 然後那天我們兩個就是 比較晚起來 然後就很趕 然後要趕快坐火車 要搭車 然後要去坐到家晃 但是呢 就在趕著要上車的那一刻 我的手機就響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是詐騙吧 你電話平常講都是詐騙 我說不對耶 這是日本的號碼 然後他就說那你要不要先 我說沒關係 我們來不及 我們就趕快先上車了 然後上車呢 那個電話又一直打來 可是我覺得在電車上 接電話很不靈 我就想說 那下車再接好了 可是就一個念頭 我就想說 好像不太對耶 我來查一下這什麼電話好了 結果一查呢 不得了了 就是我寄血反帶的那個 貨運公司打來的 OK 然後呢我就想說 慘了 我是不是寄錯了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 類似的事 可是是飯店的人搞錯 不是我搞錯 對 對 所以我就把個單子 拿出來喔 就兩張嘛 我們兩個行李袋 我就拿起來看 沒有錯啊 然後我也給他看一看 沒有錯我單機什麼都寫對啦 沒有問題 我就又放回去了 然後他也說 對啊 到底怎麼了 那應該沒事吧 結果過了五分鐘之後 我老公就說 你再給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拿出來給他看 他就說 你白癡嗎 我們是要去 新千歲空港 而不是成田空港 我寫成了 成田機場 對 然後想說完蛋了 怎麼辦 然後在車上我就一直很慌 我就一直要撥電話 就撥 但是我的電話是打不出去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 現在最簡單 就是我趕快查 最近 我們離車站最近 我們下車可以 馬上去的那個宅集便在哪裡 我覺得這樣最清楚 於是我們兩個 就拖著行李 然後就走了十幾分鐘 好不容易拉到那個宅集便前面 然後就遇到那個櫃台人員 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寫錯了 可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先查查看我的行李 是不是真的在成田 因為我有用那個編號查 然後我看到的訊息是 我的行李是 因為沒人領嘛 不是 後來發現是因為 班機的號碼 對不上成田那邊的班機號碼 所以他們就把這兩個行李 就先要封住了 因為他們覺得是有問題的 好 然後就整個輾轉 又打電話去小禎那邊問 然後又請小禎那邊 幫我們打去機場 又弄了一整輪 我就說那可以怎麼解決 我說什麼意思 然後飛一趟東京 對 我就說 你們不能幫我們寄回來嗎 他就說 因為成田的那個 只有收行李 他沒有寄的部分 我說那我可以在這邊付錢 妳請他幫我們到 他就說不行 妳以為我是烏波伊 那可以請東京的朋友 去幫妳再寄回來嗎 領 然後再寄 對 這是其中一個辦法 就是我把單據拍給他 然後我們兩個甚至已經開始看 就是因為我們是四月三號回台灣 我們已經在看那個當天的飛機 隔一天的飛機 想說那再飛成田拿好了 然後就怎麼樣都不對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廉價 所以機票非常非常的貴 剛好到清明廉價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怎麼辦 然後我們想算了 我們就先回飯店好了 於是我就PO了一張照片 在線動 就寫說我是白癡 所以我把雪板擠到全天擠手 妳講鬍子滿好看的耶 姬姬姬 瀏覽妳很高 一出師官長 然後說歡迎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後來就 剛好我一個朋友 他就私訊我了 他就說你白癡喔 是真的嗎 我說是真的啊 他說那怎麼辦 我說我們只好回到台灣 然後隔天再飛來 然後去拿那個行李 對 然後他就說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 然後他就說還是 妳飛回台灣 因為我們要先 我們機票不能改嘛 對啊 所以我們必須從 扎晃 新千歲的機場 北海道先飛回台灣 然後買一個成天來回啊 隔一天再從台灣 飛到成天來回 對 因為那個時間 我們都沒有辦法 從這邊飛 那邊飛 那邊寄 都是不可能的 然後我們有想過 請日本朋友幫忙 可是那個雪板袋是 二十幾公斤 然後那麼大兩個 然後為了這個雪板袋 妳花了多少錢啊 好帥喔 單純來回 對 那就多了 這個我們還 這不是在我家喔 他們現在還在日本 還在日本還沒去拿 他們現在還在玩 因為呢 因為機場的工作人 跟我們說 至少一個禮拜內 一定要去拿 我說一個月內可以嗎 他說不行 他只是等一個禮拜 所以我那個朋友 就剛好傳訊息給我了 他就說 我可以幫這個忙 我請我們公司的人 去幫你拿回來 所以有人還在玩喔 有人還幫你帶回來是不是 沒有 有帶回來嗎 還沒啊 所以我們就是 不行 因為機回來很鬼 所以我們就是五月 可能就真的要去 就有藉口再可以去一次東西 我們就是要再飛 可是日本人 真的很怕麻煩人耶 所以我就非常 謝謝我那個朋友 他請他們公司的人 去幫我們拿 所以今天上我們這個通告 是來賺那個 要再去那邊的禮拜 禮拜 禮拜 超敏感話題開始 李維維 槓向誠哥 因為我很愛保養嘛 我也很喜歡 一些新的什麼保養 醫美啊 保養品啊 什麼什麼都很喜歡嘗試 可是呢 因為我朋友他們就一直說 我們有點年紀啦 好不好 像我們這個通告 是來賺那個要飛去那邊的禮拜 對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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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多巧 要是沒這個通告 你看 會聊不到這個事 還可以來講故事 哪一個 請問哪一個節目 在聊後悔的事情 是 是為你設計的 我想回到3月28號 最近的事情就這個 跟風亂買傷皮膚 這些傻事兒 我覺得都不太意外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還想過 我 就是你 我也不意外 沒有 因為我很愛保養嘛 我一直 我不是到尾 我愛保養 妳本來皮膚就很好 可是因為我很喜歡保養 然後我也很喜歡 一些新的什麼保養 醫美啊 保養品啊 什麼什麼都很喜歡嘗試 然後在我的朋友圈裡面 我也算是 就是他們都會問我 關於保養的事 然後結果呢 前一陣子就是我好朋友 他們那一群嘛 就是就是說 有一個很火紅的就是 就要看老的肌膚 可以用的一個患膚產品 那其實我知道 我的肌膚是敏感肌 就是我從來沒有患膚過 可是呢 因為我朋友 他們就一直說 我們有點年紀啦 需要就是讓皮膚患 患膚一下就會更年輕 妳說妳有點年紀 妳現在到底是幾歲 四字頭 四字頭 好 好 近女子 哪 她剛剛遮 她遮我 我看到了 覺得很可愛 然後 結果我就花了滿多的錢 我就私心瘋地 跟著他們買了那套產品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回家換膚 結果換了兩三天之後 我的臉就整個 其實它是已經有一點灼傷 對 就是我有事去看醫生 灼傷 因為它換膚 其實我的肌膚是 妳應該不適合做這個的 對 然後還有我那時候有一個工作 那也是跟皮膚 就是皮膚有關 那廠商他們就說 我的皮膚超好的啊什麼的 可是我那一次去就是這樣 你知道 就是在過敏亂七八糟 需要用很多來補 那那一次我就非常後悔 如果可以 就是回到那個之前 我一定會跟我朋友說 我絕對不跟風 亂買這些 我不適合的產品 那當然之後 我也就是 越來越就是對於這種保養品 我會特別地去看它的成分 適不適合自己 當然要看成分 對 那因為 我覺得我已經到一個年紀 然後呢 隨著地心引力 其實我覺得皮膚會出現 越來越多狀況 然後還有我以前都不會長斑 可是我現在只要稍微拍個戲 然後稍微曬一下 然後呢 就會開始出現就是斑點 那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會認為說 我們的保養品 只要用保濕就好 就是保濕成分這樣 其實真的不夠 對 我必須要說服我自己 就是開始進入 就是抗體 抗老 對 因為我們都不小了 對 抗老 就是你需要加強這個 抗老的成分 然後還有 我以前也都覺得 不用美白 保濕好就可以 沒有 現在也需要美白 然後呢 因為我不是很常去韓國 然後我就是對於韓國的保養 醫美都很有興趣 然後再加上 我很喜歡宋慧喬 然後他這一陣子 他就有分享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保養方法 宋慧喬嗎 叫做 然後我自己親身 就是試驗過了之後呢 我就覺得滿有感的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 推薦給大家 對喔 剛剛有帶來是不是 對 來 這邊 好 對 我今天帶來 就是這兩瓶 其實這兩瓶就是精華液 所以它的用法呢 就是在你洗臉之後 擦完化妝水使用 然後在乳液跟乳霜之前 那 那找C就是這一瓶 含有維他命C的淡斑霜C瓶 然後它主要就是針對於 美白 淡斑 亮白 碗A就是這一瓶 超級A醇精華 那它其實現在就是 這個抗老的成分A醇 非常非常的紅 它就是針對肌膚老化 細紋 然後還有細菌的毛孔 還有延緩初老的功用 對 其實一般抗老的精華液 它其實都會比較厚 比較重 比較潤 比較油 可是你看喔 這一瓶A醇精華 你看 它擦上去其實非常地清爽 好快就吸收了耶 看起來是那種很 很水感的乳液的感覺 對 它馬上 很好推耶 對 它馬上就吸收了 它是韓國專利的獨特設計 它就是有一個 雙層包覆的技術 它把這個超級A醇 用兩層的膜包起來 當你擦上去的時候 它就是會慢慢一層層 慢慢慢慢地釋放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溫和 我這次帶來的是進階版 那它其實之前第一代的A醇 就已經很受歡迎了 所以它後來又推出了一個 進階版 所以為什麼叫做超級A醇 是因為它把裡面的這個濃度 提高了1.5% 也就是第一代的三倍 那它其實這樣做就是讓消費者 可以有兩個選擇 就是你要比較濃度低一點的呢 還是你要濃度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像我自己是敏感肌 我在使用A醇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三天四天使用一次 那是沒有問題的 對 那我覺得 剛開始使用A醇的人 你可以試著從第一代 譬如說濃度比較低的開始使用 然後日子拉長一點點 可能四五天用一次 然後你覺得你的肌膚耐壽度 都很OK的時候 你再開始擦多一點 提高使用頻率這樣子 對 頻率提高 然後濃度提高這樣子 對 然後它裡面呢 還有加那個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生態就是針對抗老 裡面還有高濃度的那個 那雞血草乾 那雞血草其實就是 修復的 修復 然後穩定 接下來呢 這個是找C 大家應該有用過美白精華液 應該也都知道 美白精華液通常也都比較滋潤 對 然後呢 C我就上在臉上好了 上在臉上 對 它沒有化妝耶 對 而且沒有化妝 對 而且沒有化妝 皮膚真的爆炸好了 就是 C 它完全沒有化妝嗎 你看 你看 其實也是非常 清爽 烹潤 對啊 好亮喔 對 它就是其實也很清爽 然後這瓶 沒妝耶 它為什麼叫 淡斑雙C瓶 是因為它裡面有維他命C 然後還有 那它這兩個搭配在一起呢 可以很溫和地幫你美白 擦完之後其實是完全不會黏膩 真的耶 所以早上使用之後 你再繼續上妝也都是OK的 對 不會卡粉啊 對 不會卡粉 然後它還有添加 對 所以它也可以幫助你 來代謝你的角質 那像我自己覺得 年紀有一點點大 代謝真的比較慢 我們應該要隨著我們的年紀 然後還有我們的肌膚狀況 然後去調整我們的保養品 就是不可能一直維持在年輕時候 用的那種很基礎的 要用對保養 要用對保養品 用對成分 那我今天帶來這個就是 就是韓國很流行的 找C碗A這個保養 就是希望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能夠維持肌膚都很 年輕 然後很透亮 超棒的 超讚 非常好感謝你的推薦 太美了 好了 你最近後悔什麼啊 李士尾 我超級後悔的 用朋友推薦的 是殯葬業者 對 這故事是在兩年前 我爸兩年前離開 但是我就是 這是什麼後悔的啊 超級荒謬的 因為 這兩年前我爸9月21號離開 非常記憶的日子 然後呢 醫院就跟我說 你們要用我們的殯葬業 還是你們自己有朋友的殯葬業 醫院有合作的嗎 有 醫院 他就直接下去了 有沒有 然後我就跟他說 之前有朋友說 可以找朋友認識的 我說我有認識的 然後馬上聯絡 馬上把爸爸送到那個殯儀館 一去 就開始有師姐要送金 那師姐就開始 然後就說 什麼什麼 呂先生那什麼 就是我爸的名字 然後是喔 9月20號什麼什麼 然後我姑姑就說 9月21 9月21耶 不是20號耶 然後那師姐好像有 好像有聽到 然後就 然後他拿出他的手機 然後就放在我爸那個 靈堂這樣 9月21號 然後就 然後我就跟他說 很不專業 對 然後欣然說 算了 爸爸離開也很傷心 他可能要感傷 他很累 所以我也不以為他 然後就算了 然後就跟我朋友說 那個師姐好像 不准 不是OK 他說好 我會處理 我會處理 人生沒有後悔要 但這是真的好想重來 圓滿 然後休息 就等那個骨頭燒完 冷卻 對 下去 然後他就帶我去一個 小房間 然後說 現在跟我捏一次說 爸爸 你先把醫院樓下的 或者就好 對啊 隔了沒幾天 我爸投氣 一投氣一去 又是那個師姐 一去然後那個師姐就說 就跟我講流程 他說因為爸爸放在拜飯區 然後我們是送經區 等於說你得要先跟佛祖說 等一下爸爸投氣要來得經文 然後我們再去拜飯區 把爸爸的牌位領過來 對 然後他又幫我點了 馬上又幫我點了一支箱 他說好 你現在跟爸爸說 那個今天是投氣 要來那個領經文 然後我這樣子 然後那個師姐就很兇 他說 呂先生來跟爸爸說 今天送經 要來領經文 然後我要拿著箱 我要看著前方 我這樣 我又不講話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 我的朋友殯葬 我這樣看了他一下 然後我又看了那個師姐 然後那個師姐就這樣子 對... 還沒把爸爸的牌位 從拜飯區領過來 他說他叫我跟一個 空氣講話 然後整個 頭期結束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希望爸爸結束的那一天 可不可以不要是他 可以幫我換一個師兄 或什麼之類 然後他說好... 如果再是他的話 太嚴重了 這個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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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建議一下而已 好嚴重 我不一定要這樣做 我只建議一下 這個太嚴重了 然後接下來你覺得 夠荒唐對不對 更荒唐的來了 好 更荒唐 吃一點有雙胞胎 不是 不是 我們真的換人了 真的換人了 OK 很棒 我一次都OK 都圓滿 然後休息 就等那個骨頭燒完 冷卻冷卻 對 下去 然後他就帶我去一個小房間 然後說 現在跟我念一次說 爸爸 現在要幫你搬新家 他就這樣 他說 來 先跟爸爸說 現在要幫你搬新家 希望可以 以後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然後說好 那你現在準備夾一個零骨 然後這樣夾起來 說爸爸幫你搬新家 然後一夾 然後我們準備放進去 往裡面 然後我朋友說等一下 等一下 這不是我們的 這不是我們的 天啊 天啊 叫別人爸爸 這是誰 然後那個 你說骨頭不是你們 還是彈不是你們的 骨頭不是我們的 骨頭不是你們的 然後那個 怎麼看得出來呢 不是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有名字嗎 名字 什麼公司 然後它就推別人的來 火葬場的人 好像習以為常 然後說 好像再把另外一道菜 再推進去這樣 然後再推一道菜出來 然後他就說 你們看一下是不是你們 然後說 這是我們的 他說他再把那骨頭這樣 倒出去 我說第一次遇到 這種超荒唐的事情 叫別人爸爸 這會滿在意的喔 一般有請殯葬業者 他會幫你全部 對 他現在任好 再請你進來 這真的還滿荒唐的 所以我就說 就是我自己也要冷靜一下 也不是說 馬上聽別人推薦 我就要馬上去做 我覺得 可是當下也很難 或比三家或什麼的 其實會不會直接找醫院樓下的 三家 沒有 直接找醫院樓下的 會不會就好 當下怎麼能夠 可是因為就是通常都 我們那一家的骨頭 燒的地方是一樣的嘛 對啦 燒的地方很一樣 處理的公司是不同嗎 後悔喔 我覺得在所難免喔 後悔它是一個很 對 難以避免的情緒 對 其實我們犯了錯誤 或者是後悔了 或許後悔了某些決定 但是不要對自己太過苛責 對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我現在 我四肢健全 手腳好好 家人安全無語 其實 日子還是還是過啊 對不對 相信自己 OK 女王大人 下次見 See you 拜拜 See you 謝謝 See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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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